哈喽 大家好 昨天呢 我就分享的genetic 昨天的时候呢 他就debt破了这个200天均线 啊 那时候我就说 不要再debt破 这个筹码主力线的这个固执线 2块5毛2 啊 而且如果你有股的话呢 要也是要小心看路了 要非常的小心 今天呢 继续往下跌 大跌65% 啊 如果你有股的话呢 真的是很痛啊 现在呢 今天的形势非常的恶劣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debt破了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debt破了这个200人均线 今天呢 debt破了这个筹码中的poc poc就是说这个筹码里面 最多人交易的价钱 啊 也就是2.41 跌破了他收盘价是2.3去 老实讲啊是真的是非常惨的啊 如果你有股的话呢 你可能要考虑 避开他啊 避开他 被卖掉他 避开风险 现在他怎么办呢 现在下一个支撑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这个筹码风的最低价 也就是2块3 他收盘价是2.37啊 2块3 7分钱罢了啊 如果他明天再次debt破这个2块3 看啊老实讲啊啊 你真的是要自己看路了哈 自己衡量 你看成交浪也是蛮大的哈 这下边的时候呢 是很多人是疯狂的卖了哈 尤其是debt破这种 poc 图码风 这边底下是没有什么筹码的看到吗 头重脚轻 形式图表是非常的不漂亮的 来别也不要随便去接到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 我这只能被人 我是看到那个讯号 在那个筹码主力线讯号里面看到的 再想给你们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放进来 谢谢大家